我因赌博 家报 恋上女主播 妻子已死相逼和我离婚后 我却意外获得预知未来的能力 你小子还真省了 昨晚九点左右 海宁集团被爆出食品检测问题 那龙哥 既然有了结果 那你该打钱了吧 把你的银行账号发过来 我这就把钱给你转过去 电话挂断之后 我很快就收到了入账短信 十万块钱 一分不少 有了这笔启动资金 我也立刻来了底气 第二天一早 我来到题材中心 老板 这是十万 给我买中国队巴西三比一 林 您确定吗 确定 帮我买吧 兄弟 你疯了吧 中国能进世界杯就不错了 你还敢买三比一 你怕是海参吃多了 没事吧 兄弟 今晚就是世界杯的开幕赛 根据我预测的能力 国族已然崛起 这钱我赚定了 对于他们的嘲笑 我并没有理会 买完票后 我来到门口 拨通了唐小龙的电话 龙哥 想赚钱吗 有什么好买卖说来听听 你就说你现在能动用多少资金 大概二百多万吧 好 今晚世界杯开赛 你现在二百万全部买中国队巴西三比一 国族三比一 兄弟是你疯了还是老子听错了 机会就一次 别说我没给你机会 你自己把握 说完 我直接挂断了电话 唐小龙在广市人脉极广 我需要借助他的人脉迅速崛起 这次给他一个赚钱的机会 就看他有没有这个魄力了 随后我简单安排了一下自己的住所问题 卧槽 中国对战巴西三比一 这你马谁敢想 今天那小子买了十万的三比一 咱们还臭小人家 没想到他才是真正的打肾呢 而另一边 我刚回家就接到了唐小龙的电话 龙哥这么晚了 还没睡吗 别别 别叫我龙哥 叫我小龙就行 你才是我哥 我亲哥 你简直太他们神了吧 我二百万直接变成一千万 我也赚了一百九十多万 待会就把欠你的钱还给你 还个屁 你要想和我两亲了 那就把欠款还我 从此以后咱们大到朝天各走一边 要是你还认我这个兄弟 就别给我提钱 行吧 那就多谢了 对了 我老婆每个月还是会按时来还款 龙哥 你应该知道怎么做吧 知道 知道 不过老弟在这方面还是要说你两句 嫂子那人我之前也调查过的 全世界恐怕再难找出第二个了 你可别做过人家了 所以这次我一定会给他最好的人生 隔天一早 我拎着大包小包的东西来到一间老旧的出租屋外 小萱 是爸爸啊 快给爸爸开开门 不开 妈妈说了 萱萱不能给任何人开门 是爸爸啊 爸爸来看你了 还给你买了你最喜欢的炸鸡和玩具 真的吗 可是妈妈不让我给你开门 说你如果进门就会打我 女儿的话瞬间让我心头一震 自己以前是有多么的混蛋 才会对如此可爱的女儿动手 爸爸 你怎么不说话了 爸爸在呢 爸爸不走 爸爸在这等妈妈回来 可是外面没有坐的地方 爸爸不累吗 不累 能看到萱萱 爸爸怎么样都不累 就在这时 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太向我迎面走了过来 你还有脸来看萱萱 又想骗她开门偷钱吗 萱萱是你的亲生女儿啊 她才三岁 有你这么当爸爸的吗 看我今天不打死你这个人渣 奶奶 不要打我爸爸 你摸摸你自己的良心 你对得起他们娘俩吗 对不起 我之前的确是个人渣 但我现在真的变了 你给我说这些有什么用 要是变了就拿出实际行动 王奶奶 这是我欠您的一千块 还有这点罐头和奶 就当是我孝敬给您和爷爷的 谢谢你们对萱萱的照顾 这人渣真的转性了 老婆子 我有钱 你要是良心还在 就把钱给你老婆存着 多给萱萱买点东西 这孩子瘦成什么样子了 王奶奶 前几年我自甘堕落 畜生不如 幸好有你们二老照顾着嘉嘉娘俩 这份恩情 我离明记忆在心里了 我不缺你这一两句忏悔 苦海无涯 回头是岸 你要是真心想改过了 道歉的话留给嘉嘉和萱萱吧 说着王奶奶便走进了自己的房间内 而这时陈家扛着一袋大米亮亮呛呛回家 看着我在门口 脸色立刻变得紧张起来 你来干什么 嘉嘉 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 我们已经离婚了 这一套对我没用 我说过 我不会再相信你一句话了 让开 我要回家了 陈家打开门 门内的萱萱躲到了她身后看着我发抖 萱萱 别害怕 爸爸不进去 这是爸爸给你买的零食和玩具 妈妈 你哪来的钱 是不是又找你爸妈要了 你不要连你爸妈还要呢 嘉嘉 我知道你生气 你骂吧 过去我确实混蛋 但是我现在已经改了 我能赚钱了 不信给你看我账户的娱乐 我不看 你快走 我不想再看到你 非要看我死了你才满意是吧 别 我走 我走 但这些零食和玩具是买的萱萱的就收下吧 此时陈家看着女儿那渴望的眼神 最后还是借过东西后 连忙关上了门 她哪来的这么多钱 不会真的又去找她爸妈了吧 这人到底什么时候才能长大 嘉嘉啊 灵明找我借的那一钱 刚刚她已经还给我了 还给我带了罐头和奶 你就别操心欠钱的事了 奶奶 嘉嘉 其实奶奶不应该劝你的 这些年你经历了什么 没有人比奶奶更清楚 但奶奶也清楚 你放不下对她的感情 可是奶奶 我都给过她好多次机会了 她永远改不了 好孩子 不哭不哭了 奶奶只是想说些话 让你压力小一些 你要是伤心 咱们就不聊这歌了 又让您见笑了奶奶 有什么见笑的 快去吃饭吧 身体要紧 谢谢你 奶奶 而当陈家挂断电话后 客厅里萱萱却突然大声喊道 哇 妈妈 你快看 这袋子里有好多钱